大家好,我是MPC Foundation的Coco 今天想教大家如何用電話或平板電腦 可以做多一張聖誕卡給朋友或家人 首先要下載一個APP叫尾圖 有些人可能有聽過,但沒有聽過,或是機器沒有的話也不要緊 在App Store或Play Store就可以下載了 看看你是用什麼電話 如果你是蘋果電話的話,你就可以用App Store 如果你是用Android電話,你就可以用Play Store 首先去Play Store 在上面的搜尋器可以寫尾圖 寫好之後,按進去 你會看到一個紅色底,白色字的標誌 寫著MT 右邊應該是藍色或綠色,寫著Open 即是你之前已經下載過 如果你說沒有,它不是寫Open 那它應該寫Download或Install 按一下,入去綠色或藍色的按鈕 等它下載完之後,它應該會寫Open 有些人可能不是寫Install 不是寫Download 而是寫Update 即是你本身的機器已經下載了 不過,版本比較舊 就未更新 所以,按一下Update 也可以下載更新 然後再打開它 打開它之後 你就應該會看到好像我這樣的畫面 但有時,它會有些廣告彈出出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上面 左上角或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CALX的符號 或者有沒有一個字寫著SKIP 如果有的話,按一下 就可以帶你出來這個畫面 那大家可能不一定在Play Store 或者App Store 才開這個程式 那如果平時怎樣開呢 平時的話 你只要在你本身的畫面頁 找回尾圖的公仔 那這裡是第二個 下面 紅色帶白色字的 按進去 就好像剛才那樣會開出來 那有些人可能電話會問你 要不要給這個App 去寫一些信息給你提醒你的 那因為我平時呢 就不喜歡經常給App 煩的 那所以我就會 說No 那如果你想收到它 一些更新的消息啊 或者是 關於這個App 有一些新的素材出來 你想知道的話 你就可以Allow 那如果不是呢 通常我都會叫大家 按No 就可以了 或者Don't allow 那如果 另外一些它會彈出來的公仔 可能就是問你要不要 給這個應用程式去看看你的相簿 那如果是這條問題的話 就是問你要不要 如果要的 要有 去的那個 製作 或是Gallery 那我就會 那我便會 Allow 那這個是一定要Allow 那 因為呢 如果你不Allow的話呢 你就 不可以在那裏 改到照片了 那所以呢 一定要Allow 給了這個APP 可以用你的照片 那你才會用到這個app 那如果你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可以问我 首先说一下这个界面 上面大家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在移动 这些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些最新的素材 或者最新的一些版面可以使用 但是如果你在这里没有打开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的一些不同的功能都可以使用 首先说一下这个APP有什么特别? 就是这个APP可以改你的相片 做一些把几张相片放在一起的图片 也可以修改一些短片 我们今次教大家如何做一张圣诞卡 所以我们就去第一个photo editing 你会看到好像纸纸的色 有一个星星在这里 我们选第一个吧 进去之后它就会去你的相簿里面 相簿里面 这里通常带你去的相片就是camera 在相机里面拍了的相片 如果不然你可以在这里找回 左上角按下箭咀就可以找回全部的相片 我们按all 今次就想大家选一张圣诞卡上面用的相片 我自己呢 今次就选中间的雪人 选好相片之后大家的画面应该和我差不多的 相片在中间 右上角有一个save 储存的字 那下面呢 就会选一些不同功能可以用到去修辑相片的功能 那这里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看它有什么功能 那第一个不是很厉害的 因为它告诉你一些用这个程式 用这个应用程式的一些提示 第二个呢 你会看到写着auto a-u-t-o 那好像一张照片 有一个星星 那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呢 你是可以 它会自动帮你修改这张照片的 那如何自动修改法 修改它的光度 修改它的清楚度等等 颜色啊 不同的东西 那我们按一下试一下 那我们按一下试一下 按下去你就会发现 哇 为什么深色了那么多呢 那首先呢 就看一下 其实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那 那 第一个呢 有个好像不准的符号 那就是original 即是原本那张图的样子 那第二个呢 就是auto 就是它自动帮你教的 那你说哇 那么深色我不要啊 那你可以在上面那条bar那里呢 去拉左拉右 去教它那个 这个效果的深浅度 那譬如我说 哦 那这样ok了 那你说 哦 我想看一下后面还有些什么 那后面呢 拉过去呢 你就会看到 哦 它是一些不同的情景里面 你可以看回照是什么相 然后去跟回它的情景 再让它可以帮你教的 那譬如这些呢 是一些不同的一些filter 不同的一些类镜 那可以自己试一下 哦 你觉得哪个好一点 那所以呢 咦 其实刚才宠物那个都不错的 那我们今次就用这个了 那我按完之后呢 轻一点点 那你会看到呢 上面呢 右上角有一个 两个啦 正方形的 那呢 有白色底 那这个是什么键呢 其实这个键呢 是让你可以看回 对比回 原本那张图 和现在改好之后呢 是什么分别的 那你只要长按 按住那个点呢 它就会显示出来 是原本那张图啦 当你放手的时候呢 就会是你改了的效果啦 那所以我们 哦 觉得现在OK不错啊 那不错的话呢 就是改好了 改好呢 在下面呢 就会看到有交叉 和有剔好的 是不是呢 那交叉呢 就会是 哦 算了 我改完还是觉得不太好 好像是沿途好一点 那我就慢慢 再改了 那呢 就按交叉 那就不改了 但是你说 哦 我改好了 那改好呢 你就可以按右下角的绿号 那我们 剔一剔它 那就可以了 那你会见到呢 那你会见到呢 现在呢 那张照片就会 光了少少 那些色就会 不同了 那你会见到 有什么分别 和刚才 怎样可以看回呢 就是在右边 记得刚才有上角 有个正方形 那今次呢 就是正方形 但好像被人切开了一半 那样 在这里 那呢 我们按住它 就会是原本的图 放手 就会是改好了 的了 另外你说 改完之后 好像也是刚才那样 好一点 那在这里 我已经剔好了 我还可以改呢 是可以的 那你只要在上面 中间 你会见到 有两个不同方向的箭区 一个呢 就是左边的呢 就会是回到上一个步骤 那你就可以回到上一个步骤 我喜欢这个多一点 那你就继续去做不同其他的东西 在下面 但是你说 好像也是刚才那样好一点 那你就可以按下 上面 右手边 这个 那就回到最新的 那一步了 这里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继续看看下面有什么功能 那刚才说完 自动修改一张照片 那第三个呢 Edit 呢 就会是你可以教这张照片的 尺寸的 那譬如你 按着白色粗边 拉 你就会可以改到它的尺寸 譬如我要小一点 那你可以小一点 那你说 那下面呢 你就会看到 它有不同的 不同的一些尺寸 或者 不同的一些 样子 让你看到 那你可以在下面按一下 那它都会自动 改了在那个尺寸 那你说 啊 我也是不要改了 那你就可以按Cata 再把它放出去 那另外呢 其他那些 你就可以自己回去看看 但是呢 今天讲圣诞卡 但是这家好像不是很圣诞卡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呢 就可以在下面 找下一个 拉左拉右 找下一个 找下一个 有没有叫做 两个正方形 写着frames 或者写着上框的东西 那呢 找到之后呢 就按进去 那你就会看到 很多不同的素材 在这里 很多不同的相片 在这里 让你可以选择的 那你就可以看看了 如果那张相呢 有一些相呢 的左上角 是有一个锁的 那有锁是什么意思呢 有锁就是说呢 它不是免费的 不可以立即使用的 那怎么才可以用到呢 就是可能你要付钱 或者你要看一个 它的广告 你才可以让你用到一次 那所以呢 我会叫大家 选一些左上角 是没有锁的 去用了 那你会看到 那你会看到 有一些是左上角 没有锁的 譬如这个 那我按一下 那便会自己用了 那这个也是 那这些也是用了的 那你说 咦 有些好像有箭嘴 那些是什么来的 那有箭嘴那些呢 下面三个人有箭嘴 就是说 你的相机 你的应用程式 是没有这个素材的 你之前没有用过的 那如果你想用的话 也可以 那你按一下 下载了它先 按一下 那它便会在下载 下载完之后 便会用了这个素材 那如果你说 好像没有 我想要用的素材 那还有没有其他 那是有的 大家可以看看 左手边 有一个好像铺子的公仔 写着more的 或者更多 按进去之后 你便会看到 哇 原来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素材 那你拉左 拉右 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不同的主题 的素材 你可以选 因为我们在圣诞节 我们就选 一个是圣诞 起分点的 那和刚才一样 有些是有鎖的 我想你们选 一些没有鎖的 用 比如好像这些 只有下面有三个型箭咀 这样 那就是说我可以下载 那你可以下载多几个 你之后都可以用的 下载完之后 那我按一下它 我将相片 就会自动变成 那个 就是那个 主题 那个 相片 这样用的 我想也是用回 咦 刚才第一个 在这里 那我就选 这个 那选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它的尺寸 或者 将相片的角度 这样你可以按住它 之后 向上向下拉 或者两只手指按住 拉 放大縮小 好像你平时看东西 zoom in zoom out 那接着 如果你两只手指 移到不同的方向 它就会向左向右 转了 那我这家呢 这五样会不会好一点 好 那改好了 我这家呢 就可以搞定了 那下面呢 有一个交叉 有一个剔好 交叉和刚才一样 交叉就是说你不想要改 你还是不要改 那你就不交叉 那你就不交叉了 就会没有了 如果你按剔好 即是说你改好了 那我就不再转的了 那你就可以按剔好 那你就可以按剔好 改好了 那就会回到这个住画面頁了 那跟刚才一样 你会看到上面呢 又可以回到上一頁 上一个改变 或者去下一个改变 那这里没有问题的话 大概呢 我们就好像做了一张生蛋卡 那你就会说 好像还差点东西 有没有 有没有其他字 有没有性 有没有公仔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加的嘛 是不是 加呢 在下面呢 大家可以找一下 有一个T字圈圈 写着文字或者text的 找到T字圈圈之后 按一下 那我们今次就加字了 那加字呢 你会看到 下面呢 它会弄了很多不同的公仔出来 那你向左向右拉呢 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图案 那你就可以找一个你想用的 找一个你想用的之后呢 譬如我要用这个圈圈 那我就按一下这个圈圈 那你会看到呢 中间Merry Christmas 2020 我刚才下面已经有Merry Christmas 所以我好像不需要 我可以写其他东西 那怎么写其他东西呢 你看到圈圈中间有一些文字 按入文字那里 那它就会弄了 可以改字的画面出来 那上面呢 那上面呢 是教那个字的颜色 中间呢 下面呢 下面呢 就会有Keyboard 有Style 和有Font 即是说呢 Keyboard呢 你可以打其他的一些字 那我写Hello 这样吧 Style呢 就会是教它那个字的透明度 拉左边就是淺色 拉右边就是深色一点 下面B字呢 就是说我要粗体的 右边呢 就会是我要有一些阴影 那这个呢 暂时就会很小 但是有些字呢 你会看到比较明显的 反正都是我们就用了它 那然后呢 Font呢 我们按一下Font 即字体 其实你可以配合不同的其他字体的 而且如果你用 譬如你写中文 那也可以用中文 那好像也是刚才那个 适合的 那我们按回刚才那个 那选好颜色 选好字体 选好写什么 我就搞定了 那搞定呢 你会看到 中间有一个红色的剔好 我们按一下剔好 那它就改了 改好了 改好了 那你说 这个好像有点大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按住它 移锁上去 先看一下 你移了去你想摆的位置之后呢 你就可以两只手指按住它 放大 縮小 放大 縮小 或者调角度 去调角度 我要放中间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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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后呢 就可以 譬如你会看到 公仔上面有四个角 四个角有不同的一些东西 分别 左上角呢 就是可以 有一个 一栋在中间 之后有两个三个型在旁边 这个呢 就会是 看左右的 就是那个字的方向 你可以反转它 或者那个图案的方向 可以反转它 那右边呢 那个交叉就是 我不爱这个 我不爱这个素材 就是 左下角呢 就是加一 加一的意思是 哦 我想要多个 那我就要多个 放在这里 这样 那你说 哦 我不想要啊 好像太多啊 那我就可以按一下卡測 没了 那你看到右下角的 那个是什么来的呢 按住它 转呢 就好像刚才 我们两只手指转 那样 所以呢 你两只手指转 也可以 你按 这个 这个 嗯 转的那个公仔 也可以 那看看你觉得哪个方便一点 自己试一下吧 那你弄好了之后呢 就可以在下面 看到有个卡測 有一个剔号 按来剔 就搞定了 那到现在呢 我们就加了文字了 那加完文字之后 哦 我想加少少图画 哦 有没有公仔可以加呢 那是有的 下面呢 你会见到 有一个是 Stickers 按一下 Stickers 在T字圈圈 旁边的 有个圆形 跟着反了一个角 按一下 Stickers 贴纸 呢 你就会见到 有很多不同的公仔 向左右掃 就会有不同的公仔 出来了 那跟刚才的画面 背景的功能 好像有点像 因为呢 你会见到 有些是有锁的 那跟刚才一样 有锁呢 你就不要用它了 你呢 去找一些 可能只是 向下锁 但是没有锁 那就是说 你是可以下载 来用的 你按它 那下载完 它就会自己弹出来 你说 聖诞节 用一些聖诞一点的公仔 那跟刚才一样 我不要这个 红仔的话 我右边就可以按卡叉 那 在这里呢 我们先按 这些Stickers 上来 就是这个三角形 向上的 你会见到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素材 可以用 这个时钟 即是说 你平时 之前试过 用的 如果不是呢 你就可以 按那个圈圈 我们先上去 按圈圈 就是去找一些新的公仔 或者你可以去那个 店铺看看有什么公仔 那 按进去店铺之后 你也是可以继续去搜索 搜索 搜索 就会容易 你慢慢找 那我发现 搜索 如果你中文的话 你可以写中文 可能会有更多的公仔 多过英文 那所以 我们就 按实色 配色 那你就会见到 哦 它有些不同配色的公仔 那你就可以下载它 来用的 那 譬如你说 我们 搜索 Center 这样 嗯 是没有的 有些我都不知道有没有 有些 那你会见到 哦 它有出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你可以 看一下 向左向右 看看有些什么 那有一些呢 它写着 un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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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呢 它就会 用的 那你会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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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呢 写着 unlock 你那些呢 你把那些呢 你按过去呢 它就会弹出另一个画面 你会见到 你会见到 那你会看一个 广告 才可以用的 所以这些呢 我们是不可用的 我们在右上角 按 滚 离开 剛才選好了 那我就回到上一頁 左上角的三角形 那我就不斷按 按到這個畫面 我就會看到有些 可能是剛才下載的公仔 你可以在星星上找到 因為我下載過很多 所以 就會在後面少少 但你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公仔 可以用的 我今次想用我之前用過的雪人 按一下雪人 然後我可以兩隻手指按住它 抹大抹小 就可以按到 然後一隻手指按住它 我想加多一個雪人 然後我想轉一轉方向 就是左上角的那個 那這樣 就可以多了一個雪人 在這裡 那如果你改好的話 你就可以在 右下角按剔口 那如果這裡沒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教大家一件事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想 放一個 你自己的照片 的公仔 那怎樣可以做到這個呢 那 都在剛才的貼紙上 它的圈圈 翻了一半下來 按一下 那你會看到 有把剪刀 有個正方形 那這個就是可以讓你選擇 一張自己的照片 去製造成為一張貼圖 那給我選擇 那按一下 剪刀 然後呢 今次我們弄一個 整幾個 的 樣子 那 按一下 那張照片之後 它就會選擇了兩個人 現在 我只想愛我自己 所以 所以下面有些不同的功能可以使用 你看到紅色即是它已經選了成為貼圖的一部分 那就是紅色 那下面Auto即是它自動幫你選擇了一些位置 或者是你掃完之後它就會幫你把附近的位置都選擇 那你說好像畫完之後不太好那怎麼辦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你看到上少少有一個回頭的箭嘴 按一下那你就會看到沒有了 又或者你會看到在那四個功能那裡 最後那個是一塊刷膠寫著Eraser 按一下它 那你就可以用了 那你有時候說我想要那個位置很小那怎麼辦 那你看到它有一個中間有一條線可以移動的 這個就是那個刷膠的尺寸 那譬如我要這樣的尺寸 那我按在畫面那就可以刷了 那你說呢 我想把照片放大一點 把照片放大一點 我看不到很清楚 兩隻手指按住 抹大照片 那你就可以加大個筆 那這樣刷 那就可以拆掉 那就可以拆掉 不要做那個貼圖的部分 就只要這個紅色的位置 大概你只需要知道那支筆和那個拆膠就可以了 另外那個手指的筆和那個形狀 其實都是一些可以選擇的位置的功能 那其實最好就是用Auto 因為Auto它會自己幫你調整的 那就不用太麻煩了 那大概我們這次 那選好了 我只需要這個我自己的樣子 選好之後呢 下面呢 你可以按一個有一個三角形的箭咀 右下角 選好之後就可以按一下它 那選好了 選好之後呢 就可以在下面呢 看到右下角有一個三角形的箭咀 我們按一下它 就去下一步了 那你見到現在呢 就是那個選了的圖 那選了的圖之後呢 你會看到有些 它現在問你呢 你要不要一個邊的 那有些人喜歡邊 那就可以加邊 加不同顏色的邊 或者是呢 有一些不同的 很多不同的邊的樣子 可以選擇的 那你可以自己試一下 有陰影 有這些 我們呢 就可以選擇那條線的粗幼 選擇那條線的顏色 這些很多東西都可以選擇的 那選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按一下 如果你說 我好像有一些東西 你看到我的頭 好像有一顆 還沒有選擇 那我們可以回頭嗎 可以 在左下角 可以在左下角 有三角形 回到上一步 按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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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成為了一個貼圖 你之前做過的貼圖 都會留在這裡 按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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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大縮小 你可以貼上自己的樣子 這樣 人家會知道是誰做的 或者其他功能 你也可以 其他人的一些照片 你也可以放進去 你不想要 按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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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完成 那下面 其實我們還未離開貼圖 即是未離開貼圖 的步驟 所以 我按下角 或者剔好 這樣便會保留我之前 做了的東西 大概做完一張顏色 你們可以自己再慢慢加其他 不同的贴纸、文字、背景、图片 就是用刚才说过的功能 例如用text、文字、stickers、贴纸 或者用frames的照框去改造照的底 你弄好照片后怎么去save呢? 你会看到右上角有一个save或者储存的字 按一下它就会自动save save到哪里呢? 就是save到你自己的相簿 save到相簿之后 你会说我好像忘了一些东西 那可不可以回去? 可以回去 回回去就会按左上角的三个形 你就可以回去 那你会说我加完东西了 那我再save 按save 那你可以save在下面 直接用这些不同的app 去把照片送出去 又或者你可以之后去你的相簿 把照片送出去 上课的时候有些人问 可不可以在email上传 也可以的 那你可以在相簿里 去送他的email 或者直接开email的app 加一张照片 去送出去也可以的 那另外呢 有些人就会问我 中间那两个就是 蓝色和粉红色是什么 蓝色那个呢? 就是说给别人听 我想弄过一张新的照片 我想弄下一张照片 那你就可以按一下 如果你说 我想 在照片里面是有人样的 我想改一改 那你呢 就可以 按beautify 那个有个女生的样子 按进去 那你就可以帮他 加一些美容 帮他加一些 makeup 帮他改一改他的body shape 头的size 其他东西就可以用这个 但如果你不用的话 你就可以出去 按上面的墊座 出去 就会去住画面页 或者你按去 下面中间的按针 你都可以回到外面的住画面页 那我们今天呢 讲尾图呢 就讲到这里了 教大家做那个圣诞卡的照片 都讲到这里了 那大家可以回去试下啦